你好 欢迎收看4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您来关心的是 国际狮子会300F区捐赠数位眼底摄影机四组的仪式 28号在花莲县卫生局前面的停车场举办 县长徐正蔚感谢狮子会关心花莲预防医疗的政策 透过眼底摄影机的检测 可以及时的了解到县民的健康资讯 提早做好就义的准备工作 花莲县政府受证眼底摄影机 供偏乡使用检查国际实费捐赠 四组数位眼底摄影机给花莲县卫生局 优先给四个乡镇使用 可提升偏乡糖尿病患的眼部病变检查率 糖尿病会研发很多很多的后遗症出来 很多的病变 所以因为而且这个是非常的新式 我们那个花莲因为真的是 服务员非常的辽阔 所以我们就是先监事部 现在许多表示 未来这四个眼底摄影机 除了方式在寿峰凤林 瑞穗秀岭卫生所四个地方以外 当然可以带出去寻回医疗 医护人员到各村里 让医疗有究竟性 相信不必远去到医疗诊所来看诊 另外狮子会其实长期以来 对于我们血糖糖尿病友的部分 其实是我们服务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也是我们服务的重点项目 而我们真的要感谢狮子会 这一次做了一个延伸的服务 就是送我们的这个 送我们的这个视网膜眼底 这个摄影机的部分 而且是可以移动式行动式飘移式 这对于南北如此狭长的花莲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花莲县约有三万多名糖尿病患者 若控制不好 可能会引发眼底病变 造成视力不佳 但偏向长者救医困难 需要卫生所一起巡回医疗 看诊及宣导 眼底摄影机具有可移动性 可及时观测眼间的状况 欢迎县政府期盼 借此提升糖尿病患者 眼底检查率 降低视网膜病变的发生 记得终于欢迎收看